欢迎来到矿工纪念碑 尽管阿尔玛登有着悠久的采矿历史 却一直没有一座纪念碑 专门用来铭记这里的矿工 和数百年来在矿山中度过大部分人生的人们 1995年底 为了在镇上建造一座表彰采矿者的纪念碑 该委员会由所有阶层的代表组成 在第一阶段对纪念碑的设计进行公开征集 所有二十多位艺术家的模型均在同一个场所匿名展出 最后雕塑家利奥维吉尔德·加利亚多·布兰科的作品 被大家投票选出 作为该地区共同实现其提议目标的证明 矿工纪念碑展现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矿工的辛勤劳动和奉献精神 当地的历史以及对以极低的工资对工作者剥削的反对 雕塑的预算为1500万比赛塔 约合9万欧元 为了支付这一款项 当地政府向公众进行征款 并且得到了民众以及一些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大力支持 1996年9月7日 我们邀请您一起前往下一个景点 继续探索有关阿尔玛登的更多故事